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在香港時間今早的時候 眾議院就著彈劾特朗普總統的議案系進行表決 終於以232票贊成 197票反對 成功通過 也使得特朗普 成為了美國歷史上 第一位兩次遭到眾議院彈劾的總統 當然這個結果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事前大家都已經猜得到 民主黨在眾議院裡面佔有過半數的優勢 而這個結果相信也不會動搖得到 特朗普總統支持者是繼續對他的支持 因為如果是動搖得到的話 第一次彈劾的時候 他的群眾基礎早就已經散了 但是他在大選當中仍然是拿到超過7000萬票 已經是現任總統裡面 競逐連任的時候拿到最多票數的一位 這個就是無容置疑的 但是最令人感到失望的就是 在這次的表決當中 竟然間有多達10名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不是林鎮賭歌 而這班人就是由共和黨的第三把交椅 前副總統切尼的女兒 帶頭 已經足以反映 共和黨現在的狀態 可以說是離心離德 一點團結的意識都沒有 而且前副總統切尼的女兒 根本上就叫做派系鬥爭高於一切 你是屬於佈殊的流派 所以你就不妥特朗普 你就出賣特朗普 在表決當中 他是現任總統 現在人都沒走 茶就已經涼了 這10名林鎮賭歌的叛徒 簡直就是離譜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眾議院通過了這個彈劾議案 就等同於認定了特朗普總統 支持所謂的煽動叛亂 接下來就會交由參議院去表決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馬康內爾就已經說明了 他就說在1月19號參議院復會之前 就斷言不會召開一場的緊急會議 來進行相關聆訊 換言之 特朗普總統 就是能夠安然地 完成他第一屆的總統任期 但是 這個彈劾議案就並不代表 自動就喪失了取消了 而是在1月20號之後 會繼續來審議 如果這個以煽動叛亂作為理由的 彈劾案 都在參議院裡頭通過的時候 對於特朗普總統來說 是會有什麼影響 第一件事就是 到時特朗普總統 可能會喪失了卸任元首的退休金 以及相關的例如 比如說 每年最高可以支取100萬美元的出差旅費 以及獲得美國特勤局安排的終身保鑣 但是我相信這些東西 以特朗普總統的財力來算 他就不是那麼稀罕 這些金錢利益 諸如此類的東西 實情他自己也有很多錢 但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最嚴重的 如果參議院真的通過了這個彈劾議案 認定特朗普總統是犯下煽動叛亂罪的話 到時 參議院就會再表決另一條的議案 就是禁止特朗普參選公職 這個議案的門檻更加之低 參議院的彈劾門檻要三分之二的議員 換言之最少有67位的參議員 是投票贊成才可以 通過得到 但是這個禁止參選公職的議案 只需要簡單過半數就可以了 現在民主黨 在這個參議院裡已經有50票了 再加上這個賀錦麗 走進去搞局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一個優勢的 一旦特朗普真的被成功彈劾的話 相信 他在往後的日子都很難再繼續參選 這個也是民主黨人在這麼臨急臨亡的情況下 都要 提出彈劾議案的真正動機 現在就已經是表露無遺 就是要為了 賭治特朗普總統有朝一日能夠捲土重來這個可能性 就是要把特朗普這裏後門都封起來 使他永不翻身為止 所以搞這些東西的民主黨人的心腸 真的非常之大毒 好了 在參議院裡 這一項的彈劾議案 會不會有機會通過得到呢 其實 現在看來 都是一半一半的機會 可能可以可能不行 這個不是滑頭的說法 而是取決於有多少共和黨人會賭歌 眾議院的情況就是有十件賭歌 但是參議院大家都知道 一向來講 那個離心力就更加之大 本身就已經有很多隻鬼 在參議院 麥康內爾 羅姆尼等等 這個是鐵膽 通過這個彈劾案 就需要有17人賭歌 那就是要拖多15隻腳就搞定了 在較早之前 已經有兩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在公開場合表態 說贊成彈劾 那就是另外再拉多13件就搞定了 這個數字 就是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但是以現在的共和黨那種 離心離德 分崩離戚的狀態 不是說沒有機會 尤其是 康內爾 曾經被媒體報導 說他很想借著這些彈劾案 來削弱 特朗普在共和黨的影響力 即是進行所謂的去特朗普化 當然這班人就是盲無 如果不是有特朗普在 根本上在換屆選舉裡面 很多參眾兩院的候選人 就已經死了 大家有眼見在眾議院裡頭 其實共和黨就是贏多了議席 目前兩黨的差距就是近這20年以來最少 這個當然就是特朗普總統的功勞 因為他幫忙拉票 因為有很多村粉去投票 是他成功動員得到一些人出來 而不是那班什麽麥康內爾 羅姆尼那些人 但他們心裡 就不時眉移了很久 因為始終來講特朗普 不是根正苗紅的共和黨人 他就可以說是半途出家 兩個黨都加入過 根本上他就是雙人一鳴 他不是那些老油條的政棍 於是這班共和黨裡面的精英建制派 看他不順眼很久 現在就在想辦法 想夾手夾腳 將特朗普一夜接 就是這班人的願望 就是要將整個共和黨 所謂去特朗普化 但你去特朗普化之後 究竟有什麽的人支持你呢 很多基礎的群眾 根本上就是撐特朗普的 是多過撐共和黨的 他們不要忘記這件事 才行 還有一件事 就是所謂的定罪 不是說在刑事方面有責任 而這個定罪純粹是說 參議院認為他有罪 就不代表說 通過了彈劾案以後 就會令到特朗普總統 惹來一些官非 這兩件事是無關的 但是 民主黨人 部分心腸 會不會專門借路找其他人來控告他 我相信他們是夠膽這樣做的 如果這班奸黨的奸計真得逞的時候 都不代表特朗普是完全被人堵截了的機會 第一 他就宣稱 將會搞一些社交平台 以及屬於自己的媒體 如果搞得到整個時候 起碼是維持得到他的影響力 在政壇那裏 第二件事就是 就算他本人是被禁止了參選公職也好 他的女兒伊曼卡都可以去參選 代父從軍這些東西都是周不時出現的 泰國的他信妹妹就可以去參選 也是類似的例子 你禁得到一個就禁不了那麼多人 你沒理由說禁止伊曼卡參選 沒有這一條的 你不能夠禁止別人 爭在別人有沒有人選 所以就算被他這個奸計得逞也好 不是說代表完全沒有辦法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又搞投票機投票 也不要搞什麼郵寄投票 你就要紙本投票 這樣就有機會捲好從來 如果你繼續用這些現行的制度 相信的機會就比較渺茫 現在德州沒有用那隻投票機 當然就沒問題 但是其他的州會不會跟隨呢 那就不知道 最後就想說說 關於特朗普總統 就放了一條的短片 是上網的 就是通過白宮的Twitter 戶口 是發佈的 特朗普總統在片段當中 敦促所有的美國人 在1月20號 總統就職典禮之前 就不要參與任何的暴力示威 破壞的活動 或者是違法行為 以確保得到政府是能夠和平地過渡 所以看起來就真的沒有什麼懸念 之前想過究竟會不會有什麼 軍事行動 或者是軍事法庭 現在看起來就應該是不會有的 如無意外 另外 特朗普還提到 說他是不支持暴力 而美國也是不會支持暴力 所以他就呼籲 全體的美國人 要幫助緩解目前的緊張局勢 希望大家冷靜下來 特朗普總統就說明要確保和平過渡 他又不支持暴力 所以在1月16號 民兵團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相信似乎他們會有激烈反應的機會都較低 更何況就是他們現在的網站都被人掩蓋 而且特朗普總統又作出了這個呼籲的時候 我相信那天有大事發生的機會 似乎都是相對渺茫一些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